第六十届金马奖即将在11月25日登场 而今天也公布了评审团阵容 集结海内外目前幕后人士 这次是由知名导演李安来担任评审团的主席 领军包括了莫子怡、黄韵玲等17位评审 选出本届的金马奖得主 而另外金马影展将从11月9日开始一路到26号 包括了新科砍城影帝、易所广司等重量级的焦点影人 都会来台湾出席 影迷们可以好好把握 集结林一成周渔民阮金天两王一后的重磅卡斯 电影车顶上的玄天上帝 还是由侯孝贤监制被选为本届金马影展的开幕片 三位艺人同框出席宣传活动 粉丝直呼是颜值天花板 而其中阮金天更将叫出第二座金马奖座 第六世界金马奖颁奖典礼倒数 继续二十三号也公布了完整的评审团阵容 竟然由国际级的李安导演担任评审团主席 其实李安曾在金马五时也当过评审团主席 这个十年第二度担任也别具意义 我以作为台湾的电影人为荣 我以代表台湾为荣 而李安这一次领军包括金马影帝莫子怡 辞取创作人黄运林 以及由导演和演员双重身份的马志祥 等共17位评审要一起来伤脑筋 从上摆布的优秀作品选出最终的得奖名单 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典礼当天讨论并投票 选出本届的金马奖得主 金马奖走过一家子不仅是华语电影界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电影奖之一 更记录了珍贵台湾电影史的发展 在杨风燕王秋明台北报道 杨风燕王秋明台北报道